吴寒林设计师擅长都会时尚 现代极简 个性居家 美式休闲 对于中古的重新规划改造更是拿手 今天要看的老房子 原本许多空间都被杂物堆满 拓散规划后是否能找回它的春天呢 今天的幸福魔法师 要带大家进入一个不可思议的改造空间 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房子呢 其实也蛮特别的 屋主当初应该是租给别人住 现在想要收回来自己住 但是一楼的空间嘛 问题不外乎是采光不太好啦 通风不良 动线不佳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症结点 我们请吴设计师 你先来跟我们讲一下好了 这个房子的一个概况 之前这个房子在室内大概有25平 然后它是以前是出租给人家的 那它现场呢 有很多就是门的部分呢 是处理的不是很恰当 到处都是浪费的动线 OK 对 然后重点是它外面那个晒衣场呢 它有食品的空间 然后完全都就是浪费在那里 有食品的空间拿来晒衣服啊 是 哇 这样真的很可惜耶 对 那客户的意思 但是屋主的意思就是说它希望呢 把外面那个采光呢可以引进到室内来 那希望有外面做一个比较精致的庭园的造景 然后在屋内也可以享有外面的采光跟景色这样 将原本杂乱的晒衣场改造成绿意盎然的庭园造景 透过整面的大落地窗 景色一路延伸到开放的客餐厅区以及盒室 书房的采光也因为引颈入室的设计整个明亮了起来 推开墙面上的隐藏门 则是通往客用卫浴和主卧室的空间